2013年7月10日到8月8日 是伊斯兰教力中一年一度的摘月 当新月升起的那一刻 穆斯林将迎来他们一年中 最为祥和而神圣的时刻 风斋从黎明一直持续到日落 不同地方斋界的程序相通 但每天风斋与开斋的时间各不相同 中国新疆西南部的喀什 是维吾尔族聚居地 这里生活着维吾尔 汉 茴 塔吉克 哈萨克等 31个民族 415万人口 其中穆斯林人口多达350万 当新月升起的那一刻 喀什当地的穆斯林和全世界穆斯林一道 开始了他们的摘月生活 一名社区清真寺的伊玛木 喀什近郊的几户村民 一对烧至土桃的父子 宗教与世俗交替 饥渴与喜悦交织 他们将如何度过 这三十个不平凡的昼与夜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 与北京相差两个市区的喀什 此刻大约凌晨三点 阿拜都拉麦和苏姆阿吉 已经早早起床 洗漱完毕 开始享用进入摘月后的第一顿早餐 在随后的十七个小时里 他将禁绝一切食物和饮水 18日我进过了 三十的届子 四十五、四十个小时 习惯烈了 对了 四十里 西き来 阿贝都拉·麦赫苏穆阿吉 是一间小商店的店主 同时他还是喀什老城 一座小清真寺的主持 这一刻仅仅只是挑战的开始 当摘月的第一里晨光 洒遍喀什老城爱提嘎尔清真寺广场的时候 距离喀什城区不远的 尤喀克喀增热客村 依然保持着沉寂 因为风斋的人们在晨离之后 大多选择用睡眠来抵御饥渴 保存体力 于是整个村庄也跟着睡起了回笼觉 当然也有例外 比如那些仍在劳作的人们 在尤喀克喀兹热客村口的公路旁 爱和买提买买沙武提兄弟三人 开了一家小餐馆 因为他们服务的对象 都是附近工地的工人 以及往来的司机 这些出门在外劳作的人无法封摘 为他们提供饮食的这家小餐馆 自然也跟着照常营业 他们在写上关系的地方 他们都在写着 在外地的工程中 也在写着 这家小餐馆 也在写着 这家小餐馆 带上去 他们在写着 艾赫买提兄弟的餐馆生意兴隆 但他们的父亲却并不开心 今年已经82岁的买买沙武提司马懿 一年前做了胆囊切除手术 他原本并没有封斋的打算 但儿子们因为忙于餐馆的生意 没有封斋 而他的妻子也因为身患糖尿病 每天必须少食多餐 此外儿媳们或者有了身孕 或者正在哺乳期 孙子们也正年幼 这个斋月全家没人封斋 老人感到些许不安 与买买沙武提司马懿一家 住在同一条街巷里的爱卜都拉 是买买沙武提司马懿的侄儿 他做皮帽子的手艺远近闻名 喀什市内大巴扎的帽子商人们 从他这里订货 每一件成品可以为爱卜多拉 带来30元的加工费收入 随着斋月的到来 他的生产计划不得不做出调整 主动减产的原因 是因为爱卜多拉看待封斋与生意的态度 和他开餐馆的堂兄弟们截然不同 买买沙武提司马懿 因为家中无人封斋的事发愁了好几天 终于在斋月到来的前夜临时做出决定 由他独自一人旅行斋戒 整个上午他都在家中静坐休养 此刻他又要去参加一天中的第二次礼拜 阿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喀什地区摘月几乎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作为在喀什土生土长的汉族人 朱明俊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和见证了 这个祥和的时刻 他是一名摄影师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 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大量当地穆斯林生活的精彩述间 摘月已经过去了一半 朱明俊今天要到喀什老城的高台民居 探望他的维族好友伍迈尔·艾利 伍迈尔·艾利是一名制陶艺人 他的制陶工作室、陶器店连带一座土窑 都设在自家的院子里面 伍迈尔·艾利此时不在家 他去社区清真寺参加集体开斋 并做当天的第四次礼拜 小买买题在喀什的维旱双语学校上五年级 一起拿出来 上大学的时候学什么 学医生当医生 当老师 当干部 干部 很不到 那当啥 做生意啊 不是 那干啥呢 想好了没有 当 不是 当啥 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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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日落的时间总在变化 因此每天开斋的时间 也会随之调整 此刻 买买提·伍麦尔的父亲 伍麦尔·艾利 正和其他穆斯林兄弟一道 在社区清真寺里集体开斋 在忍受了17个小时的饥渴之后 人们终于体会到了 水的甘甜 食物的美味 高台民居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 近年来到这旅游观光的外地游客逐年增加 生活在此地的居民 也从旅游业中得到了不菲的收入 正当朱明俊要离开高台民居的时候 却遇上了刚刚结束礼拜回家的伍麦尔·艾利 摘月期间 每当日落之后 沉寂寂的喀什老城都会呈现出热闹的一面 艾提卡尔清真寺广场对面的集市上 挤满了制作各种美食的摊位和大快朵頤的人们 在尤喀克卡尔兹热克村 一天中的开斋则是另一番景象 村民们习惯在每天开斋的时候 邀集亲朋好友 由各家轮流坐东 欢聚在一起享用开斋的美食 今天请客的是穆克拜尔·巴伊提一家 按照习俗 开斋饭并不像寻常吃饭那么简单 人们一开始只能喝些清水 吃口囊 随后一道离席 前往村里的清真寺 做一天中的第四次礼拜 女人们在家中礼拜开斋 晚餐将在清真寺的礼拜结束后 正式开始 洗脚 执档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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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万全都是给我斧 我只是阻碎我 我当时我也移到 我路上是冰到了 我马上会冰到了 我输可以用这个部阶段 我总的为了 我没问题 明天老师 我过去 当人们开始逐渐适应风斋生活的时候 买买沙武提 司马懿的健康却出了状况 出于健康的原因 风斋只能半途而废 饮下清水 吃下烤囊 在坚持了几天之后 买买沙武提 司马懿不得不破除了斋戒 这种友谨仲敬了 我从虚仲敬变成了 已立在廟陀佛 comm士充建立 有种仲敬变成了 许普林之尊 昨天丰盛的晚宴 留给穆荷拜尔巴依提一家的是一个忙碌的早晨 穆荷拜尔巴依提曾经是一名油漆匠 但他后来竟然开始对油漆过敏 于是在镇上开启了一家出售桶装油漆的商店 摘月期间 油漆店生意冷清 穆荷拜尔巴依提为了便于封斋 干脆给自己放起了长假 邻里的孩子们来穆荷拜尔巴依提家玩 顺便分享昨晚宴请留下的抓饭 斋戒与这些孩子无关 请进步 今天是阿拜都拉麦荷苏姆阿吉 摘月生活的第十五天 一面是严苛的摘戒生活 一面还需要履行伊玛木的职责 此外还要照顾自己商店的生意 这一切让阿拜都拉麦荷苏姆阿吉 即便走路都要刻意放缓速度 以此来保存有限的体力 阿拜都拉麦荷苏姆阿吉的小商店 就在喀什老城爱提嘎尔清真寺的旁边 爱提嘎尔清真寺始建于1442年 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清真寺 近年来政府投入大量资金 用于清真寺的维护和修缮 最近的一次修缮 从2010年开始直到2013年上半年 历时近三年才全面完工 如今的爱提嘎尔清真寺 连同新扩建的爱提嘎尔广场 同时可容纳四五万穆斯林进行礼拜活动 爱提嘎尔清真寺 不仅是喀什地区穆斯林宗教活动的中心 同时也是喀什老城的商业中心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让阿拜都拉麦荷苏姆阿吉的小商店 即便在摘月依然生意兴隆 阿拜都拉麦荷苏姆阿吉的商店 卖的都是从中亚国家进口的商品 这些商品很受喀什当地穆斯林的欢迎 但进货并不方便 每次都需要阿拜都拉麦荷苏姆阿吉 亲自前往一千多公里以外的乌鲁木齐 联络供货商 有些商品已经卖断了货 这让阿拜都拉麦荷苏姆阿吉犯了仇 因为在摘月期间 身为清真寺的伊玛木 阿拜都拉麦荷苏姆阿吉 绝不可能为了补货而出门远行 应付店里的生意 耽误了阿拜都拉麦荷苏姆阿吉 回社区清真寺 他只能就近在艾提卡尔清真寺 做一天中的第三次礼拜 今天主持艾提卡尔清真寺礼拜活动的 是受人尊敬的居马塔伊尔大毛拉阿吉 阿拜都拉麦荷苏姆阿吉 阿拜都拉麦荷苏姆阿吉 居马塔伊尔大毛拉阿吉 已经九十多岁 他亲身经历并见证了 伊斯兰教在这块土地上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与现实 阿拜都拉麦荷苏姆阿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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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流逝 摘月行将结束 穆斯林最重要的宗教节日之一 开摘节即将到来 今天是伍迈尔爱丽的制陶作坊出遥的日子 旅行社特地为他家多安排了几批客人 加上零零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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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开斋节是消费的旺季 阿拜都拉麦荷苏姆阿吉可不想错失商机 在已经上中学的女儿帮助下 她通过互联网找到了乌鲁木齐一家进口商品代理公司 并通过网络下了订单 今天货物已经发到了喀什机场的货运处 真是有东西 我认为他们的货源是在乌鲁木齐一家 我认为我们刚才有一点 我认为我们的货源和货量 包装比赦呀 他们有所值的货源 这是我们的货源和货源 我们的货源和货源台 os货源去得不再货源 虽然不再需要亲自去乌鲁木齐进货 但阿拜都拉迈何苏摩阿吉的心 此刻反而飞得更远 在停止封摘以后 买买沙武提司马懿的身体已经逐渐恢复 明天就是开斋节 一早忙完了农活之后 全家人开始沐浴净身 准备迎接节日的到来 买买沙武提司马懿现在身体状况良好 明天他要独自进城 去参加爱提嘎尔清真寺圣诈的开斋礼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末尔清真寺圣诈的开斋 末尔清真寺圣诈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